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3号星期四 中共中央要求国企停止使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彭博社报道 说中共当局为了遏制西方审计机构的影响力 要求国营企业停止使用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 要维护数据安全 财政部对国营企业做出了非正式的指导 就这种话他是不能公开说的 你懂吗 是私下里在说的 但是彭博社得到了内部的消息 那么四大就是哪四大翻译不一样 有的就是说如果按照港台的翻译 叫德勤安荣安侯建业滋成 一般国内不那么翻译 国内一般就是德勤安荣毕马威普华冗道 这是国内比较喜欢用的这种翻译 四大 当然这个新闻我觉得很多人对普通来讲没什么用 为什么我看这个新闻之后特别的 哎呀有感慨有感触呢就在这了 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学的是这个财务管理 到了美国之后呢刚开始好像是这个BA BA是那个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然后后来呢转到了这个叫什么 就是说这个商用商业数学 然后我是我是double major double major一个是数学系 另外一个是这个商业数学 两个挨得特别近 再补那么几门课呢就可以拿两个这个major了 然后呢 所以你就知道我一直以来就是说我学的这个专业 还有我认识的这个小伙伴里面 绝大多数当时来讲呢其实普遍就是呃我们这个专业呢 基本上就是说两个方向 一个考CPA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考精算 考精算师 然后无非就这么这么两种 所以呢我认识大量的人呢在这个就所谓的四大 我有亲戚在四大啊 那我想当年的那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呢 那时候他们就是要进四大 我有一个朋友就进了四大了 当时就觉得就很厉害 那现在都已经在里面待了快20年了 完全我都41了 又快20年了 好像我记得有的有一些已经都混到这种这种合伙的 合伙人的这种地步了啊 然后呢后来咱们在美国咱们上那个学校 咱们学校 因为也是算纽约公立校里面比较偏这个的 让公立校朋友比较高 咱们学校那时候就是开玩笑啊 就说这个每年到毕业季 说四大就开着这个大巴来咱们学校拉人 所以咱们学校也是有大量同学近四大啊 特别多 所以我这里边呢 就是说这是很多人 然后看完之后呢 特别的这个感慨啊 当然美国这边呢 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 收了之后后来陆陆续续的也往也往中国转啊 那在中国的本来就在中国的 因为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普遍其实他们都喜欢拿着一种美国的工资 然后到中国去呃去工作 其实有很多都是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对中国的这个四大里面呢 就呃就是不能算很熟吧 但是就是说认识的就知道名字的人就有很多啊 所以看完之后呢 特别的呃感慨感触啊 说这个财政部要求国营企业啊 在合约到期之后 不要呢在这个续签了 呃说中国的这个离岸公司呢 仍可使用美国的这些审计机构 但是要求呢 母公司在合约到期之后呢 要求他们聘请中国内地或香港的会计师 要确保呢中国的数据安全 并且呢促进中国本土会计行业的这个发展 呃这个里边呢就 我觉得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个发展 其实不见得有利这么搞的话 他更容易呢藏物纳垢 不当然中国这个藏物纳垢就很多 那我以前呢跟一个很多年前了 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曾经跟一个呢 就是说在中国的四大工作的一个小伙伴聊 他当时呢已经混到了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已经就是带队进 他们一般就是说比如带队吧 就他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体制 就是说你带队了之后呢 你可以挑人 你挑一些人 当然这个人也愿意进你的队伍 那么你就组一个团队 组一个团队的去一个公司 就进入那公司啊 然后在这里边一干了 就要干可能几个月的时间 那过去 他那是就是带队过去的 然后呢我就问他 我说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我说中国这个企业里边这个财务造假 其实是比较多的 但是不要说中国啊 这个美国有这个财务造假 对不对 我说那个中国也有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说你们去了 然后你们做完了之后 实际上等于就是说你们给他们背书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一旦他出问题 你们怎么办 因为你看咱们都学会计的 对吧 我就说这个事来讲呢 就是说他做的那本账 那就跟一本跟一本小说一样 对不对 就是说你 我就说你有把握吗 你去了之后 你能看出来 他这里有什么问题 他说那个是不可能的 他说那没有人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他给你写的 他给你写本小说 对不对 他是两本账 一本账是拿给你看的 另外一本账是他自己的 那是真实的账 外面给你看的这本账呢 是他完全全做好了的 他能够请专业人做好了的 这本账里你是不可能在他假的 这本账里找到任何的问题 因为这本账 他给你 都是他编的 都是他写的 完全跟真的就不挨着 你不拿到那本真的账 你永远不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 这谁来了也没用 那边假账呢 我说那你们怎么办 他说只能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看看这企业 然后在坊间 就是说打听一下 觉得这企业可能是快不行了 就想那什么的话 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就不去 他给多少钱 我们也不去了 就是说也是保护自己的名声 对不对 如果看着差不多的 我们觉得行的 我们就去了 去了之后 反正也就实际上 也就这么个意思 你懂吧 但是就最起码 他们还有一点点的 这种职业操守在 对吧 就是如果不行的话 我不去了 我这钱我不挣了 我宁愿不挣这钱 我不堆垒人 但是你如果找中国本土的这些的话 那就是反正钱到位了 哪个都能去 你懂我意思吗 那这里面就更容易 仓库纳钩 其实对中国的发展 真的是好事吗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当然了 你说当年美国有一个公司 美国那公司叫什么来着 安然 是不是安然 安然也是找了四大做的 那最后也是完蛋 完蛋的不得了 完蛋到一个 匪夷所思的地步 对不对 所以当时也在指责 当时安然是给人家做事 谁反正大家在指责 那审刑公司是怎么查的 他能怪我们吗 他两本账 他那本真账 我们看不见 他外面这本账 胡说八道 我们你懂吗 就是说不要说中国企业 美国企业这么胡搞 其实你把四大弄去 也没辙 所以这东西 他只能说是个象征性的 就是说防君子 不防小人 他要诚心骗你 谁来都没辙 就如此 所以当然你要这么 你要从这个角度说 其实也无所谓了 如果企业不骗人的话 大家都能够 有问题 没问题 大家都能看出来 企业拿着笔 只要是真的 有问题 大家都能看出来 但是企业如果诚心骗你的话 你把谁叫来也没用 你懂这意思吧 所以 当然了 这还不是我经销的时候 这期新闻的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就是 像我的那些熟人们 传递一个信息 你们可能要小心了 因为我有很多熟人 在中国的四大弄 工作 我就说你们可能 要小心了 要开始想有办法 想一个就是说 退身之地 当然我知道 他们可能觉得还没关系 国营企业不干就不干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业务 对不对 还有很多这种私人企业 私人大公司 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 这么多 对不对 但我要跟你说 你要明白一点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看 美国跟中国 那是在川普时期 打贸易战 对不对 让川普说 对中国某某商品 比如加成20%关税 对不对 加成完了之后 贸易停止了吗 并没有停止 你看到现在为止 川普加了很多关税 拜登也没有撤销 对不对 但是贸易不但没有停止 贸易还增加了 中国好像今年的 对美的贸易顺差 对中国来讲 贸易顺差 对美国贸易逆差 对不对 还增加了 还扩大了 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 中国就轻轻地 对美国 比如说某一个 比如说樱桃 对不对 给你加个5%的关税 对不对 美国就无所谓 对不对 反正你中国人喜欢吃 美国的大樱桃 大车里子好吃 对不对 加个5% 他们认为很多中国有钱人 可能还会吃 根本就不在乎 你加成5%的关税 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我跟你加成20% 贸易不也没停止吗 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 中国加成了5%的关税 这车里子就结束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车里子进口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中国这个玩法 它跟你是不一样 你没法理解 你懂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现在加成5% 上面说加成5% 下面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知道吗 上面一说 现在跟美国打贸易战 我们对车里子加5%关税 那下面海关 你跟你说行 我怀疑你车里子有问题 你这里边是不是有传染病毒 说你这样吧 你先过那儿 我检查检查吧 然后你过那儿 他查了三个月 他跟你说行了 你这都烂了 拿回去 对不对 你就彻底就进不来 你懂吗 他对中国这个玩法 你不能跟他说什么 他是说 说国营企业不行 但你会发现很多的 像什么 只要财政部出了这个政策的话 那么很快 你看像阿里巴巴 腾讯 他不能算国营企业 对不对 他都算是私营企业 但是他很快 就会跟着国营企业走 就是说财政部 已经不要国营企业 跟四大合作了 那马上阿里巴巴 腾讯这些 也不会跟你合作了 滴滴 对不对 滴滴 武汉滴滴 这次应该会很快 就跟着政府走吧 对不对 上次没跟政府走 这闷棍打的 简直是打了个五点青 对不对 那次还能不跟着政府走吗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当财政部要求国营企业 不跟四大合作了之后 很多大型的 即使是这种私营企业 也会避免什么 跟四大去合作 没有必要惹财政部不高兴 财政部都说了 不让跟他合作了 你懂我意思吗 那么会到 梦云那一个什么情况 那么很多小的私营企业 看看 也不敢惹麻烦 你懂吗 你比如说你找到四大了 然后你就像特斯拉吧 那一说 说特斯拉有问题 有一些地方不用事 就难为他 不让特斯拉进停车场 你难受不难受 他难受死你 你懂我意思吗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上面财政部说了 说不让跟四大合作 你还跟四大合作 那财政部有的是办法 对不对 财政部说你这账有点问题 你拿来我看看吧 你马上就跪地上了 你懂不懂 你不吓死你了吗 哪个你进得住茶 他真的死你 对不对 他总能给你找出办法来 你懂吗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可能 到最后就导致 四大在中国 可能只有外资企业 或者合资企业 还敢找他们了 本头企业很可能 本头企业有哪个企业 敢去跟财政部 去动笨子去 对不对 所以就跟那车底子一样 说是只是给你加了 5%的关税 但是实际上 你就进不来了 财政部说 他只管国营企业 说国营企业不许找 但是最后你会 很快就会发现 一些私营企业也不敢找了 大家都要给财政部面子的 所以就导致你的这种 我觉得你在中国的这种业务 四大在中国的业务 很有可能会萎缩 我觉得会萎缩一半 甚至60% 50% 60%业务没有了 当然你剩下还有40% 45% 可能都是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 但是这些 他不给财政部面子 对不对 他能搞 但是你要明白 就是说你一个企业 你50%的业务没有了之后 对你的冲击是巨大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 你在四大里的这些 我认识的这些熟人 小伙伴们 就要开始考虑 考虑什么 自己的退身之步 怎么办 现在能不能赶快申请 去海外的四大 走就平日走 平日走 就从比如说 从中国的到美国 或者到欧洲 去哪 就撤离 如果不行的话 就开始考虑一些 其他的东西 我甚至认为 有一些在四大的小伙伴 现在混的级别很高的 其实我建议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不如干脆就出来 自己成立一家会计公司 跟四大打对台 然后你原先在四大之内 你又跟很多的这些企业 什么都有这些业务往来 你都熟悉 你马上一撇开它 你自己就可以另立门户了 我相信甚至有可能 因为这种服务还是需要的 对不对 甚至我认为 有很多原先四大的 这些合伙人或什么的 可能就出来 就另立门户了 整个就出来了 这也是一个 但是你要另立门户的话 你需要有一定的背景 等等的 对不对 但是我就说 反正你要做好新准备 对不对 当然你如果不VPN翻墙的话 根本不在这情况 那就等死吧 是不是 所以你就说 你就即使在中国工作 你如果是跟相关的 外资企业工作的话 实际上有一个VPN 经常翻墙 看看到底什么事 也应该那什么 不过我相信 即使你不VPN的话 你们那圈里也应该传开了 对不对 所以要赶快 就是说早做打算 好吧 那这期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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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